宋元杰 我的名字叫宋元杰 西岩1954年出生 家住新北市中和区 在2012年12月 被确诊为非和解精士淋巴流 当时只是身体常觉得冷 且易倒汗 夜晚气温下降时 会气喘且咳嗽不已 有时候半夜还会有冻醒的现象 医生建议做注射式化疗 家属反对 结果医生 除了开立口服式化疗 红色小药丸外 还有气喘时的吸入式扩张剂 流鼻水时的喷剂 及降尿酸药等 如此吃了一年两个月 检验指数虽渐趋正常 但是常感觉胸闷 手脚趾末烧神经会花麻 感觉颇不舒服 约2014年3月 无意间看到张兆汉医师的原尸点医学网站 有一篇讲述寒良商人的视讯 惊觉张医师讲的体伤和热能不足 应该就是我发病的原因 从此不再服药 当时我也立刻去基金会接受按推体验 果然发现身体有多处体伤 另外当年5月也参加了周四的重症咨询 并积极参加基金会的基础课程 手法班 并在8月份参加志工培训行列 之后一段期间 由于体能颇有改善 自以为身体已经康复 又开始大吃甜食 水果 喝葡萄酒等等 事后回想起来 就是没把张医师手册中的保健方法 真正读入心 实际遵守 以致在不知不觉中种下恶因 果然 到了2015年过年期间 天后寒冷 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 体力渐弱 脸色苍白 几乎举步维艰 随时都可能倒下去 只好暂停志工勤务 改加入基金会的日间重症患者体验行列 接受特别的辅导协助 每日爬楼梯做体能训练 让手法志工按推 喝浓江汤 温敷等 也学习到如何使用水暖电 熬煮浓江汤 一步二阶爬楼梯运动 并保持轻松的心情 充分休息等等的身体保健方法 一个半月下来 在基金会志工的陪伴下 我尽可以登上九五峰 身体真的又逐渐康复起来 我要感谢张医师和原始点医学 以及基金会的所有志工同仁 也希望这段见证分享 能鼓励像我一样症状的人 找回健康感恩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